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就公佈香港今天是新增84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包括80宗的本地個案 裏面有27宗的源頭不明 53宗就和之前的個案有關連 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大約80宗 而另一方面馬會今天公佈 一名在黃埔牆外投注站工作的員工 初步確診新冠肺炎 投注站會即時關閉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 馬會表示已經安排投注站員工在今天進行檢測 這一批員工需要自我隔離14天 另一方面亦提醒大家 天文台表示明天氣溫會最低跌至17至23度之間 而星期一可能會有微雨 大家自己注意保暖 下一則消息 前特首梁正先生發文說到 今年2月初疫情初期有7000名醫管局員工在罷工 嚴重影響醫療服務 這個是一恥恥過恥 負責管理員工和負責向香港市民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管局 其主席范紅寧宣布只是收回罷工人員工資不會有其他懲罰 並且指這個決定是合情合理合法和公平地說 這個是恥上加恥 羞恥過恥 范紅寧還說這個合情合理合法和公平是廢話來的 一定是會助長醫管局的員工 在香港人最需要醫療服務的時候就走去罷工 因為其代價只是扣工資 范紅寧要將醫管局的立場和態度拿出來 如果認為沒有現行的法律去開除或者懲罰在疫情期間罷工 要一獲竅出香港人的員工 就提出修改法律或者去立新法的建議 梁靖先生還形容說到 為官避視平生恥 姑息養姦又添一例 還說到如果有病人或者家屬因為任何醫護人員 在疫情期間罷工而受到損失 請致電這個803基金的熱線5980303 803基金現在認真考慮支持受害者或其家屬起訴醫管局及其失職人員 就著這個黑醫護全面勝利這個事件 我多說幾句 就是上一條影片 可能我有少少的情緒失控 但是整體上我覺得 都是在說一些我想說的事情 而有觀眾 我整體上是善意的 他就給我一些資訊 叫我不要生氣 不用生氣 或者不需要憤怒 冷靜一點等等 對的 然後他給了一個案子 最主要是說 就是說 醫管局之前想抓黑醫護的時候 想找他們出來的時候 那些主管不肯交那些名單給醫管局 所以醫管局實際上是沒有這一堆人的黑名單的 所以做不到下一步的法律操作 儘管是 我也不認同 我也不認同 那些主管 竟然那個主管 夠膽在這個時候 這樣去 違抗 這個醫管局的操作 的指示的話 他就應該視為同一件事件去處理 而儘管 真是法律上 是做不到的 OK 我假設任何其他原因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任何的原因也好 其他的法律原因 都是做不到的 抓不到他們 炒不到他們 正如梁振興先生所說 你將立場態度說出來 儘管現行法律做不到 你可以說出現一些 那些這樣的荒謬罷工事件 那些這樣的主管做什麼什麼 我們現在面臨這個法律的限制 怎樣怎樣 請這個立法會 可不可以改什麼的法律 沒有說過 他還跟你說 我的決定 被人罷完工 扣完工之後 什麼都沒有 Nothing 是公平公正 是合情合理 合法公平 嘩 我心裏面萬馬奔騰 我免得有失控 所以他沒有拿到過 所謂的立場與態度出來 我在這裡燒了另一疊 教育局也是一樣 不要說是否梁振先生 社會上很多的聲音 是否說 教育局可不可以 將那些失職名單拿出來 所以 局長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講現行的操作 是沒有說拿那個名單出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現行的規則還是法例 就是教育局 現行的法規就是沒有得拿出來的 但是 教育局從來沒有說過 有沒有說因為這一種的情況 而我們是否想拿它出來 然後基於法律問題 拿不到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改 沒有 他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就是覺得他不需要拿出來 這個就是事實 OK 最後我再想講一件事 非常之好的 見到 社會上有一些803基金 去認真考慮 告這些的醫管局 那如果你身邊有人 或者你自己是 在這一次的疫情期間 被那些黑衣戶罷工 而受到損失呢 那你可以聯絡一下 這個803基金 5980303 那在下側的消息 那政府補貼這個僱主的補就業計劃 的第二期呢 已經接近尾聲 那有業界就預期 那失業率可能會飆升去到7% 就是失業大軍會高達28萬人 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就今早在電台節目那裡表示 擔心業界會在今個月計劃結束之後 出現這個裁員及結業潮 但是他期望社會明白 長期以政府補貼 以保留這個職位的做法 是難以持續 那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提出 創造就業 涉及環保、創科、物管、法律專業等等 亦都有提供更多的再盤裏分課程 至於一些已經是冰封的行業 例如旅遊業 就會再獲得支援 強調政府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而另一方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今天亦都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表示 依靠一次過派錢的方式去支援中小企業 並非長久之計 政府設有不同的基金讓企業去申請 將會陸續將這些的申請門檻放鬆 希望能夠和企業同行 而另一方面 邱騰華也指 本港正在爭取加入由中、日、韓、紐、澳及東盟10國等15個國家所簽訂的RCEP 以享受關稅減免及產地來源統一等7個範疇的方便 他還強調香港經濟復甦需要正如施政報告中所指的聯繫世界尋找商機去加強國際貿易合作 好了 下一則消息是國際消息 當地時間27號 由伊朗核計劃之父之稱的伊朗首席核科學家 叫做法客李澤德 在首都德克蘭爾東的一個小城遇襲身亡 當時科學家乘坐車突然遭到襲擊 現場隨即爆發槍戰 有拿著機關槍的恐怖分子向他開火導致他身受重傷 經送院之後搶救無效死亡 現場亦出現多人死亡 伊朗外長譴責這次是恐怖主義行為 並且指有重大的跡象顯示事件和以色列和這個事件有關係 呼籲國際譴責 而聯合國秘書長的發言人 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引發中東地區的局勢升級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件 重點在哪裏呢 我自己覺得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先生的評論 其中一部分呢 才是這件事件的核心來的 他說到伊朗的核科學家被暗殺 對於這種野蠻無恥的行徑 細放國家是保持了沉默的 設想一下 如果是美國或英國的一位領軍級別的科學家被暗殺 細放會出現怎樣的輿論海嘯加以譴責呢 這個世界哪有什麼公理 實力才是捍衛國家安全和尊嚴的生命線 我自己確實覺得 胡錫進先生這一次是簡單幾句 直接講出了世界的現實 簡稱弱肉強食 國與國之間一樣是這樣 不要說我們不想去侵略人 人家沒有想著不侵略你 這個就是現實 好了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